大家好,要说挖王志安的牢底 到底这个人是个什么角色 还得要靠我们的肘子兄 方肘子兄跟王志安算是扛上了 前几天搞出了一个很好的消息 说王志安有可能遭受到日本的山口组的追杀 完了以后,日本有一个地方议员 一个中国人叫李小木 他是个议员,他有所行动 在这边也搞得蛮有模有样的 小木兄我见过他一面 在日本东京,在他的著名的餐馆里面 吃了一顿青椒炒腊肉,剁椒鱼头 好久没吃了 吃完了以后,痔疮就翻了 我这个人不能膨大脚 现在越来越像外宾了 不过有一句说一句 彻彻底满足了我的韶山口味 湖南口味,杂杂口味 很怀旧,很舒服 吃完了以后身体反应不好 李小木兄也在收拾这个王瞻 方舟子呢更加给腻 我们看方舟子又放消息了 说这个司马兰呢 这个人他在海外网络上也挺火的 抖音也好,油管也好都挺火的 但是这个人呢没有俄罗斯的牛娘 没有这个伊朗的牛娘 胡锡进也挺火啊 胡锡进也没有俄罗斯的牛娘 也没有伊朗的牛娘 是不是 呵 说还有一个哥们儿也是做油管的 叫窄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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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窄还是迪啊也都错别字啊 叫迪山迪,咱都迪吧 没有俄罗斯的牛娘,也没有伊朗的牛娘 唯有这个人类自恋狂 王志安老师 这是俄国的牛娘和伊朗的牛娘 通吃啊 两个国家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和伊朗 这个国家的这个什么粉丝 说牛娘点击里刷刷刷洗刷刷啊 特别多 说这个要说舍得花钱打造世界级的牛娘啊 还都是王志安老师啊 还说推特上有一伙人 有一红人叫尼老师不是尼老师 是不是 说他的牛娘完全是来自中国啊 没有这个其他地方 说尼老师不是尼老师啊 牛娘完全来自中国 而且主要是来自于深圳 是吧 这是正规的网军 不需要去伊朗俄罗斯找救兵 哎 有点意思啊 哎 所以呢 方舟子就就此就得出结论 说东亚 人类东亚最好的调查记者王志安老师 连伊朗俄国的网民都在时刻都关注他 说这个我也算是一人物是吧 方舟子的优管 方舟子的推特都挺火的 虽然我是全线拿黑啊 说他就没有一个牛娘来自于伊朗 也没有一个牛娘来自于俄罗斯 国际致命都比王志安差远了都 说王志安的中国的牛娘主要是来自哪里呢 来自于佛山南京东莞三个地方 是不是那里的牛娘产业比较发达呢 我呢 只有上海深圳关注的人比较多啊 王志安的牛娘在2022年5月是一云突起 缺松本林就任其日本媒体法人代表 应该是那个时候拿到了投资 这话什么意思啊 大家已经看了明白啊 就是王志安有可能是叫做什么 买的牛娘吧 是吧 是吧 花钱买的 或者有人给他组织的 否则你怎么解释 这个否则你怎么解释 他在俄罗斯有牛娘的 在伊朗有牛娘的 我是蛮震撼的啊 真的是 这个说王志安的牛娘啊 来源呢 非常值得研究是吧 他说一般的人来自中国的牛娘 都来自于一线城市啊 第二呢 说王志安的牛娘最多是来自二三线城市 几个意思 是吧 说王志安在台湾的牛娘也是来自于一个 鲜小很小的地方 叫做浦岩湘 而且那里的牛娘都排世纪十四 那个地方是三万多人口的一个乡村 是不是发展的牛娘产业呢 是不是挺有意思啊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人做事情都造假的 不要造假的 什么都造假 以前在中国玩微博的时候 大家都心智都鸣嘛 是不是有些人从来不不玩微博 偶尔更新一下他的粉丝都是几百万 像我们这些天天搞的人被他被他打呀 哎呀这个很正常造假是吧 但是我一直是非常的怀疑的 就是你在推特上我不了解啊 我对推特没有任何经验 又管我是很有经验的 因为我也是一个YouTuber 是不是 我也一二十万的粉丝 那我的粉丝呢 是个什么情况呢 百分之六十 不到六十 百分之五十八 绝对非常非常稳定的数据 百分之五十八的点击率来自于美国 来自于北美主要是加拿大和这个美国 百分之二十不到三十几 来自于中国内地啊 而中国内地方路子说的很对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北京上海 上海排第一北京排第二 广州深圳排第三 就这么三个地方 其他的地方非常非常非常少 真的非常非常少 嗯 事实上我在这个墙内的有些个人 跟我有来往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什么长沙的 一个什么贵阳的 一个什么昆明的人 来跟我说啊 他翻墙看我的油管没有的 都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人 杭州也有一点点不多 然后呢 那我的第三个粉丝的来源呢 主要是来自于香港台湾啊 香港还还排在台湾前面 然后就稀稀巴巴的就没有多少了啊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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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日本有一点点啊 完了以后呢 这个巴西有一点点不多啊 欧洲呢有一点点不多 非常非常少 百分之一都不到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至于什么伊朗俄罗斯 那是一个都没有 半个点击都没有 你要知道这个粉丝的点击的来源图啊 他是非常的严格的 你只有一个人点击你的节目 他在后台的数据库里面 就给你显示出来 绝对有的 不可能说在 比如说在这个津巴布韦 或者说是在伊朗 有个人点击了 他不给你显示出来 没有的事情 他都给你显示出来 所以我觉得方舟子 对这个对这个王志安的这个粉丝来源 点击量流量 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啊 他也没说说死是不是 他是怀疑他 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啊 伊朗什么人呢 伊朗没有几个中国人呢 是不是你王志安说话 是用中文说的呀 俄罗斯什么俄罗斯和伊朗 而且他们的那个什么 他们的互联网都是管制的呀 尤其是在伊朗 你要翻个墙的话 那是要做老的好不好 我觉得也有点意思啊 我其实看到这个消息呢 我并不奇怪啊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 通过买粉丝 通过买流量 然后呢 制造这个繁荣 这个东西 中国人特别爱搞这些事情 有这样的人搞这样的事情啊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 但是我是 哎 我还真不是帮王老师 帮王志安老师说话 我是觉得很奇怪的 因为在我的 关于优管的后台的数据的理解之中 我认为我理解的是蛮到位的啊 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了嘛 是不是 我总的要分析它的呀 就像我经常吹牛的啊 很多人做优管都遇到这个黄标 我也遇到过 但是我用了半年的时间 我反复的研究分析它 我成功的解决黄标的问题 为什么啊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秘密 我不告诉你们 但是我我现在就没黄标 为什么呢 因为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研究优管的政策 研究优管的这个后台的 所谓的数据沙皇 研究这个优管后台的计算机沙皇 是吧 算法沙皇 你其实能够算出来的 因为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啊 你的这个人脑的这个复杂的程度啊 绝远超过它的所谓后台的人工智能 所以我是反正把这个事情搞定了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花钱买粉丝买流量的话 优管的后台的这个算法 沙皇它是能够检测到的 绝对检测到绝对一简一个准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 它是怎么做到让伊朗人 让俄国人是吧 去给他贡献流量的呢 太牛了啊 我搞不懂 我承认我这个水平有限 因为我是从来不搞这些外本邪道的 有多少就是多少啊 你爱看就看 不爱看就不爱看 我是不会花一分钱 去做这种背后的猫腻的啊 我深恶痛绝 我对这种中国的造假文化 造假的民情深恶痛绝啊 但是我就问了北京的几个朋友啊 他是一个体制内的人 也就是曾经在这个网信办干过 现在都是某一个国内的主流媒体的老板了啊 他就讲他说 他说这是有办法的呀 你可以分散呢 你你这个优管后台的数据沙皇怎么的监控你呢 就是你过于集中的时候 他才能检测到你呢 如果你能把它分散呢 你把它伪造成一个自发秩序呢 是不是 那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他说中共已经找到这样的玩法 叫一个办法 就是当年土共的网信办 他们成功的就把这个李子柒这个视频呢 就包装的非常好 成为这个千万大V啊 那比现在的这个什么王专业要牛逼多了要大多了 就是通过一样的方法 他们有的是办法 让他们愿意花巨资来搞这个事情 不是你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一个普通YouTuber你搞不定的 你没有那么的精力 你没有那么的数据 你没有那么的人力 你也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他们他就推测 他也不是确定啊 他就推测 他说中共现在是应该用包装李子柒当年的办法 然后来包装王者安 制造一种海外的一种所谓的这个比较李中柒的声音 然后呢影响海外的受众 同时也把这些个消息啊也也也传播到中国啊 然后呢制造这么一种声音 主要是用包装李子柒的办法来包装王者安 至于他背后是怎么搞的 你是不知道的 这个东西涉及到巨大的算法的游戏 涉及到巨大的资本 是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能够理解李子柒 他是怎么红起来的 你就能理解王者安是怎么红起来的 事实上他这样说我有点明白了啊 因为李子柒那些东西你说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中国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外国人也不可能对你中国人这么关心 怎么会有几千万的粉丝呢 都是共产党一手导演一手包装的 牛逼得很啊 所以我不得不承认啊 中共搞这一套真的是很有办法 这一套是哪一套啊 就是通过高科技的手段 然后通过人工智能造假 造的念这个优管 念这个很多推特都算不出来 真的很牛啊 大写的福啊 大写的福 反正我是不搞这些事情的啊 这种外面邪道的事情我坚决不搞 有多少就多少啊 有一天我的优管没人看了 我也就该退休了啊 我也就该去养老去了 是吧 谢谢啊